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统府警卫室的前主任陈敏华 涉及了国安撕烟案 但是呢是还起诉处分 他先前没承认自己有买烟 结果呢还晋升了少将 军方证实了这个秘书长李大为 在立法院也背询的时候说 那已经解除了他总统府警卫室的任务了 可是因为他已经晋升了 不可以这样编了耶 立文 所以反正就是目以成舟就对了啦 那已经 我觉得我不晓得国防部的人士 是不是真的不能够降变 但是那总统府是不是也欠大家一句道歉 对不对 因为当时 我当然知道他们一定知道啦 但就算假设说他们不知道好了 因为一开始这位被晋升少将的人 就说他不知道这些事嘛 撕一撕一撕一撕跟他无关嘛 那后来所以你把他生了 生完了以后就发现他说谎耶 他说谎耶 所以才被判有罪耶 那表示你总统是看 到底是什么有关啊 我看你 是不是有关 呢 那我看你